从来都只管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扩张到最大化 根本不惦记别人是死是活 当初他就是为了城市护狗 跟我爸结的婚 后来狠心抛夫妻女 独自一人跑了大阳笔 修炼身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他们两个人相安无事 两不相欠了 现在可好 弄一夫妻不成买卖在 两人选的还是同一颗菜 我就纳了闷了 我爸当初是哪根筋搭错 能看上我妈 那我说小屁孩 你现在说的可是你亲妈 虽然她没有养你的功劳 她怎么着也有生你的苦劳啊 虽然她现在做的事情 是有点过分 但你爸都没说什么 你这嘴上就不能流点口德啊 姐我没妈要有 也就是你这后妈 不许叫我后妈 我警告你啊 你要再这么没大没小的 我可真生谁 那就是你不讲理 我跟苏达是闺蜜 按理来说我应该管你叫姐 但我现在管你叫后妈呀 明明是跟你长了一半 你凭什么生我气啊 行 小屁孩 你要真这么着 我不管你了 我回去马上就把那广告约 签给你前妈 别别别 这事不行啊 你说不行管什么用啊 现在是你爸让让的要退出 说这两天就去办退丁丁的事了 凭什么呀 这广告费是我爸先看着 凭什么给他呀 你们这个方案也做 内容也定了 现在就差签字这条手续了 怎么我前妈冷不定 一来就得给他呀 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这广告费绝不能让 我也那么说 可你爸非得让给你妈 让给他 要这话怎么说的 我爸的东西他想要就拿走啊 这不强取豪夺吗 我们绝不能丧协辱过 后妈你赶紧给我前妈说 这事不行 凯蒂哥 气坏得你别人伤不起啊 我看我姐这回真的是不打算 回头轩跟你重归于好 苏达 你姐对人哪都好 就是脾气太大了 我姐脾气大事大了你啊 可是她讲理啊 要我说你那小姨也不是省要的等 我也奇怪了 你说怎么每次你跟我姐吵架的时候 她都得再出点搅和一下啊 要我说你那小姨也不是省要的等 是啊 我小姨这人哪 唯恐天下不乱 有了她再好的事 也得鸡飞狗跳蛤蟆跳 凯蒂哥 我姐现在不理你了 你是不是觉得特后悔 特伤心 特绝望 特郁闷 特悲醉 觉得这生活都特别不给力啊 你怎么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我不也才刚失恋了 你我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物 所以说苏达 你不帮我谁帮我啊 又来了 不是你还想让我到我姐面前替你说好话呢 当然得说了 不仅要说好话 还要不遗余力地说 充分夸张地说 勇往直前地说 不惜一切地往死地说 那你知道这得费有多少拖沫 浪费有多少脑细胞 这有多少功夫 这个好数 来来来来 坐 苏达 在你为我跟姐美颜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切费用跟损失 都由我来承担 你看行吗 可以考虑 不过你要是真想让我姐回心转意 你不能光靠我在我姐面前喷你好话 你自己也得有所作为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我现在做什么 我只能解都不理我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找也不见 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我只能不能想到我 我只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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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 你不过 你还要想到我 你不过